就是如果老师你有在看论文的话 你有在看论文的人呢 我们对一篇论文其实比较 麻烦的就是觉得他的东西非常的多 然后 对我们理来讲还有一个好处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在找一篇网页里面的关键字 他可以帮你一次把这整篇文章的 这个关键字全部标记好 这样老师知道为什么 就是你要找一篇文章 假设一大堆学习 尤其是那个什么放榜名单 还是什么学校校务报告之类 只要跟苍荣国小有关 你用看了就很累啊 那你每次找只能找一个 然后他告诉你下一笔下一笔下一笔 对不对 那我用我名字全部标记 所以这个颜色不容易跑掉 那标记好的 我还可以把它怎么样剪贴起来 就成为好像小朋友们的那个什么 重点笔记本之类的 所以这份新的东西就变成这样 所以这份就固定了 这个黄色的地方就固定了 所以我的资料里面重点都直接标记好 或者我请小朋友 有一种情况应该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发一篇简报 像国瑜日报网路上以为我路牌 我发一篇简报给小朋友 全部的孩子电脑课都一样 你要画标记之后交回来给我 就有点像画灾药的练习 或者他们去发挥创意 把刚才那些符号 英文字还是什么都把它剪掉 那边什么都没有这样就变得比较单纯 刚才除了你讲的话是对的 真的太远了不好意思 好 那这是刚才的插坡 就是说这个笔记本也不错用 因为这个就可以分享 那刚才的火箍笔的话他也可以分享 他可以把整本笔记本汇出 送给另外一个人 只要他也是火箍笔 他就可以收取 所以简报也可以成为 简化电子书的方式来分享 但是不要忘记就是 网路上的资料都是公开的 所以你收来可能不能暂回其佣 或者是去做严密的使用 这个我们也要提醒小朋友 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讲往后的一点点 那今天的右边是稍微辛苦一点 就是那个你就是作者 你就是要做事的Google利用 所以我们决定稍微跳跨一点 待会讲到左边就比较轻松 那左边都是逛逛玩玩的 我也会做一些示范 老师你自己如果有需要自己建立部落格的话 那Google的账号就可以让你去做部落格 而且它也可以让你做多本部落格 让你某一个部落格给某些人一起合作 就是那个原理都是同的 就是说方式都是多 多 然后多你就可以容易分享 有程度的分享 所以待会我们现在讲的部落格就在这边 那我自己有自己的部落格 那我自己比较没有用Google 因为我觉得可能那个流程吧 看大家喜不喜欢 如果说你自己需要用到部落格 Google上也网 好 那这个是协作平台 协作平台的概念 其实跟部落格有点像 不过呢 我举个例子来说是 你可以把协作平台当作是 我特地的为某一个主题 想要做一个专题网站 那我是可以来说一张 譬如说 像我最近就拍我们学校的古变书 我连续拍他三个礼拜 每天拍他开 当然不是因为我拍他才开 就是说我相信他会拍 可是我很喜欢等他开 那个叶子这样子冒 那我就从没有开始开到有 然后我为这件事情 想做一个专题网站 可是我也不要再去麻烦 资讯图长 或者是占用学校的网络空间 那我们就会用Google 这个协作平台 或者说简单的使用 当然也包括可以分享 还包括可以设计讨论群 就我做好一个网站 我就可以让人家来讨论 那这边有一个例子是 我去年有设计一个主题式学习 叫做大运动场 因为从世界奥运会 听战奥运会 然后还有香港东亚运 这是去年2009的三大运动会 那我就让小朋友 因为一个在台湾团 台湾围 然后还有一个在香港 都是华文的网站资料 所以我想说 我用运动来设计一个 多元机会的网路学习主题 然后我就让孩子们去试试看 那其实正中间这个画面 你看到我是从Google一球抓下来的 那这个网站的呈现就是 Google的协作平台 它是一个网站样号 那左边就有 左边就是一个WebQuest 主题设计的那一种架构 简介任务过程评估讨论 那这是我去年做完的成品 那这个协作平台有个不错的事情 就是某一件事情 你可以设定倒数日 然后我们常会有这样买的 尤其是可能国中也考的比较多 就是距离学测还剩几天 那什么感觉 那Google的协作平台有这种功能 那因为这三件事情 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所以你们有注意到钱 对250天前 那我现在比较有兴趣的是 像我们昨天台北市有 公布说他们可以申请兰运 那西北市也有排到 可以申请兰运的时间 那还有 其实五月就有那个 世界博览会 上海有世界博览会 那其实我都会蛮喜欢 让牌子增加一点 你说我在电脑教室或者在家 我就可以上网去看到 现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 所以其实Google对我来说 就有很多方便的地方 那这个协作平台呢 我如果设计完 我就可以有一个单独的网址 我只要把这个网址 告诉别人 他们就可以看到我做的东西 他们只能看 但是我如果跟你 是有合作关系的 我就把你的帐号 加入这个协作的作者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成为 共同编辑一个网站 当然也成为你 设计到你的小朋友们 合作发表作品的时候 这些都不见得 还需要再请资讯组 或者请学校帮你开 网路一点啊 网站空间等等 其实都比较想识 这是我们分别要跟老师们 做分享的地方 这是协作平台 好 那协作平台之后的下一个 我们要讲的是 讨论区 Google也有 让你自由可以开讨论区的方式 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 到底部落格协作平台讨论区 有什么差别 我只能说 你要去严格清楚你的需要 我刚刚曾经提醒大家 到底你上来要干嘛 你才需要向我去把它搞清楚 因为我想说 如果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他们有什么不同 或者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 当你为某个特别需求 去使用它的时候 真的你就可以试试看 那我的Google讨论区 也有分享给我们学校的 我们主任 因为我们学校常常办 新庄区英文老师的工作坊 新庄区英文老师的工作坊 所以他们当时也针对这个 新庄区英文老师工作坊 用过Google的账号 然后就用Google讨论区 就成为一个社群的交流讨论 也可以分享档案 然后也可以开放或者封闭留言 那只要有留言呢 信就会寄到每个参与的伙伴身上 所以你不建得要去看讨论区 你只要从你的电子邮件 就可以收到信了 那如果你的讨论区 是比较封闭式 甚至还要审查式 我都一直在讲那个讲人的关系 我要审查式的话 就是信来了先由站长收到 站长勾同意 或者站长勾垃圾 就会决定这个讨论的留言 会不会被展开出去 才代表会不会被看到 所以我们刚刚讲覆水难收 尤其网路上的言论就是 其实孩子们不只容易接触到很多的资讯 孩子们其实也很容易 不注意就泄露了自己的隐私资料 甚至比较属于 比较是礼貌上 就是发言的礼仪 或者是说漫漫 那种情况一下子就出现 甚至从学校内到了家庭 就有孩子跟家长了 甚至家长之间 所以我想说 我们要赛用它之前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搞清楚 有行规则 也一定要让孩子们 甚至希望让家长们知道说 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 即使有发生一点点不愉快的事 不过我想都是给孩子一个 好的教育机会 这我想说如果你有用到讨论群的话 这是我们可以让老师 在Google上使用的 同样的就是一个账号 可以开好多个讨论区 你也可以去参加别人的讨论区 就是你自由的去搜寻 它叫做网上论坛 你就去搜寻有哪些讨论区 譬如说简单简单啊 或者是自行车啊等等 然后你全应要加入他 当然前提是他们欢迎大家加入 这个关系就是一来一往的意思